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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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从下午五点坐到九点十点都不动地方 有的时候看完之后呢 发现公园还没逛呢 我还得逛一圈公园再回家 就因为这样呢 身边朋友都叫我老阿姨 因为我是这样的性格呢 我不喜欢那种扎扎乎乎的 一天跳马猴子 就这种人呢 在我面前我们一脚踢飞的 台上呢有小伙 就是这样的 那至于是谁呢 我就不跟你说了 你自己看着办吧 想好明月 说到跳马猴子 一号 八号 那这就是猴子 他会不会跳马我不知道 你感觉有几个人 加你三个吧 我是那个马 他们俩是猴子 把他跳我 是不是 那你们仨愿咋分就咋分了 我就不掺和了 一会再整我一身 不是 跳马猴子 一号的不行 来一号加油 点你呢 我感觉 跟我和八号 整一个级别去了 好像 不大稳妥吧 好像也是不应该 你俩的个头 有点差距 这么来的吗 对 我俩可以去 三根高地棍似的 不合适 那个我想问一下 你每天都去看广场舞吗 夏天的时候基本会 但现在冬天太冷了 就是你一看的话 从五点多 看到晚上十点这种 要么说脑子不太好用 你没有家呀 那你看那场世界 你不回家 你个外头站干啥呢 那你回家干啥去呀 你回家 你在楼上看呗 你上楼上 有老头老太太陪你玩吗 我感觉你不是去 看跳广场舞去了 因为跟你这个行业有过 你可能发展客户 你跟客户俩鸡脑的 那样子 哈哈哈 哈哈哈 我对我说没有 因为我面线上 我接触不到 楚楚阿姨什么的 我们见不到 她现在就是 找不着对象孤独 所以她就在公园里 看大爷大妈跳舞 那可能是等大爷大妈 给她介绍对象 先混个脸熟 哈哈哈 来 14号 东深 美女你好啊 你说你怎么跟客户俩鸡脑的 那他还能买你东西了吗 你爱买不买呀 我还求着你啊 是你有病还是我有病啊 他不行 真有劲儿 这一说有劲儿啊 那不行啊 他不买你东西 你靠啥生存呢 你看我也是做这个护士的嘛 我天天就是面对一些患者啥的 我就不能跟他们积闹的是吧 我要跟他们积闹的 那家属不得投诉我呀 我那一天天的我对他们 就得哄着他们来 然后我要为患者吃药了 我说 来 过来把药吃了 来 我说患者有时候他有点就是 不想吃药 我还得哄着他来 我说来吃吧 这是糖豆好吃 你吃吧 吃完我再给你个苹果 你要哄着他来 他不也能把这药吃了吗 那你不哄着他来他也吃啊 那就费劲呗 那费啥劲呢 变成他自己的 他想活他自己就吃了 你跟我 你知道他是在什么医院吗 知道 你问问 你在哪医院 神经专科医院 他那种人他一笑 他真是温柔的 他就说话那种有点性质 可是他有男朋友之后 也不那样 可能也是个可爱的人 所以你觉得不应该激闹 是吗 不应该激闹 应该哄着来 玩他才能多买你的货 没问题了 来看一下姑娘第二个短片 那这星期的节目呢 我也看了 对台上的男嘉宾呢 多少也是有点了解的 你就说这个13号呢 挺稳重 挺踏实 就是年纪小点 那这个5号呢 我就想问问 你那衣服能不能穿 你头发是秃吗 租来的头发吗 你还有一天 你老蓝脸干什么呀 你那笑可爱的 还有这个1号刘佳 你一天你倒是挺开心 但是我从你咋去戴一股 戴一股得了八嗦的劲呢 这个宋超 我觉得他看上去呢挺稳重 但是没事呢 拿时间多擦擦点 有点油 对你的分析得好啊 这网络老乡 六台人真不一样 对 我必须要说一下这个刘文桓 我截两次吐了 我截到他 我就想问问他 你的腿呢 是租来不会走道吗 我一看你 我想踹你一脚那种感觉 这小伙子走来不咋的呀 这小伙子 你这小伙子怎么的 怎么的呀 气质哪里 气质哪里 标板六枕 我不喜欢抠搜的小心眼的 买个东西 没完没了的念的 我这人是咋的呢 我不吐你钱 不要包啊 衣服什么的 你想给就给 不给也不挑 而且你要是跟我买东西呢 我一定会先问你多少钱 太贵了我就不要了 那不知道台上的嘉宾呢 有没有和我一样的 相亲属相相克的 我是属鸡的 我想找属龙 属蛇属牛的 坚决不找属兔的 因为他克我 哪怕做朋友呢 也要考虑一下 如果台上嘉宾有属兔的 那你就灭灯吧 我就觉得把我录得也太丑了 这块眼神长好死的 看自己看可轻 他关注的是自己 这个短片里面不大美 但是你没有关注到 你短片里面 这个案件呢 扎到了很多人的心里 你是来找对象来了 你还是跟我们 谈辩论会来了 你要以为我们死溜啊 我本来刚好心 我心情更好点 他在短片里说 小哥脾气好的 对的好的 属牛的 不大男子主义的 其实这些我都散了 但是他散了 我这些活给我点的 我现在 哎呀 他在短片里说你了吗 他没说我 没说你 你咋还气成这样呢 没说我 他不如说说我了 说我这些兄弟们 我更受不了 我就回忆了一下 他说了一堆人 就没说东西 你是觉得你自己被忽略了吗 不是 你短片里 你说我好说我坏都行 你也不说我 上来你也不看我 你但凡拿我当个人呢 你说你要不 这不就是被忽略了吗 你但凡说说我 我心里都得劲 是不是这意思呀 美女啊 你刚才你绝个小金鱼嘴 往上一抽了一抽了 整个一号能嘚嗦 那个嘚嗦这个吧 我承认我确实挺能嘚嗦的 但是呢 嘚嗦呢分为几种 像有的是那个干嘚嗦 有的是穷嘚 等到我呢 就是一嘚嗦中的王者 三百六十度无气点的嘚嗦 我 我嘚嗦 嘚嗦 嘚嗦 嘚嗦的好 好 你看看这就是王者 他一天也挺乐呵 我觉得挺好的 你看细细合好的 美女 你说话的方向是三点十五的方向 你别等抽我一抽 我没有教育 这四十老师就是不一样的 你看 就是 你能看清吗 我就是二号 我不是我想看你 是因为他个态了 我觉得找不着方向 我是笑一天过一天 我像你身上的 成天在那块在广场舞 那边跟自闭似的玩 那一味伪伪 在那块没事抽 说你是私纸在广场那块 人家跳舞你四肢啊 小背往这一拖 眼睛一眯一眯 腿往上一撅去 买腿买那个的 怎么买腿的 加油啊 你想不想找对象呢 我肯定是不得意他 你不得意他 也不能这样的 你也不看你多高个 真是一天 找多高的腿长的 你配不配啊你啊 我配配你 我配配你我都 行行 你看你 我已经 我已经正式诊断了 你俩不合适 不要交流了啊 这个杂种 11号 江洪天 你好 我感觉吧就是 一个人 一个人的身材 只能说明我 我有身材 只能说明我 对我自己特别的严苛 然后首先 这不是一时来的啊 我是练了三年才有的 我觉得洪天的腹肌不行 练得看看我的 嗯 一块 一块 两块 三块 四块 五块 六块 身材这个东西 它指定是一个人的加分项 除了我的外在以及其他的 首先身材我也感觉挺 听家说的 姑娘 老王哥特别想问一下 你短片里点评了那么多小 你看别人的缺点毛病 总是一针见血 也不是 其实我下段话没说完呢 那他们就以为我在针对他们 就是有下半截是不是 对 我本来是想说 我说一号挺乐呵的 因为我 我觉得十一号吧 就是长得比较帅那种的 然后呢 就不需要再那个擦东西了 我没来之前呢 我同事呢 都让我选他 然后再加上吧 好多女嘉宾都喜欢他 我觉得那我就别选了 现在是场上十六盏灯都灭了 你生活当中是一个 怼天怼地怼空气的人吗 不是 主要是说你要是跟我俩说话 这样的话 我就跟你这么说话 如果你不这样跟我说话 那谁没事呢 就怼人家 记住 这个眉与丑那是还是表象 戴上眼镜看得清楚 除了眼前戴个眼镜之外 心里也戴个眼镜 去品一品什么呢 跟你接触的这个人 先品他的优点 当你先品的优点 后看缺点的时候 这个整个人可能都盖关了 甚至连你自己都改变了 希望今天张雪能有收获 但是也希望电视机前的 优秀的小伙子 多留意一下张雪 好吧 好 那就这样 掌声送给张雪 加油 拜拜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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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 好 接下来有请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姑娘 这位姑娘来自吉林长春 这个姑娘说了 她这个工作呀 最适合找对象了 为啥呢 一个月就上十天班 接下来掌声有请姑娘出场 就是我的帮你 就是你的二元帮 我要看三天之夜 六一辈 我只相信爱 努力 还期待啊 我想跟你谈恋爱 我超越来 他最凶啊 你 把你想带你回家去 小伙子在放置 没有什么用 我为大都是个心 我希望不小心 不准备到互醉 这种感觉到 我等下来 一条的挑战小刚刚处 帮你回家 帮你回家 帮你帮我 就是我的帮你 就是你的帮你帮 我要讲的担心 哈喽大家好 我叫谷瑞琪 来自吉林长春 我的爱情宣言是 颜值不赖 性格痛快 工作自由 适合恋爱 谢谢大家 好 看一下姑娘第一个短片 我是谷瑞琪 今年26岁 从事地铁站务的工作 我这个工作绝对是最适合找对象的工作 一个月30天 我只要上14班就行 单位公住 我们有女生宿舍 水电不花钱 我这床铺每天都叠得整整齐齐的 被子都叠成豆腐块儿了 这男生要是拉里拉遢 袜子乱放还有味儿的 那可不行 现在我还有一个兼职主播的工作 每天晚上的时候 我就直播 唱歌跳舞也算是一个才艺主播了 我现在兼职一个月也能赚一万多了 现在已经攒了20多万 打算明年的时候 在长春买一套贷款的房子 也为自己安置一个小家 我的老家在长春九台 父母在沈阳干钟表生意 平时也不在我身边 身高一米八十多跟我女儿 差不多就可以 没有太多的要求 麻烦那一米一米八有点高吧 一米七五往上就行 我找对象不想找那种梗子墨迹的小伙 像我刚报名咱全城练栏目组的时候 导演一跟我打电话就是60多分钟 身高年龄父母长相 这些他都问 后来我才知道他用意 是希望我能更好地找对象 但是我以后找对象 还是希望找一个干脆利索的小伙 像比如说跟我一起出去吃饭的话 不要问这问那的 直接带我出去就完了 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干脆利索的姑娘 如果说有喜欢这样的 你一定要给我留灯 我十一号江洪天 美女 您好 你说你是一个特别喜欢干净整洁的人 那你是就干净自己 你还是能帮我熟悉熟悉 干脆屁股熟悉的那种 那得看咱俩感情出到啥样 如果说感情到位的话都可以 我听江洪天这意思就是说 他好像挺懒的 你跟屁股后面熟悉 他走到哪你熟悉到哪 走到哪熟悉到哪 是不是这意思呀 挺能造的 这个词你得分析明白了 能做不 那我考虑考虑一下 考虑考虑 来十三号孙祥 我一说的赶紧买他这事 我心必须得叫他呀 多典型啊 我就是一个特别爱干净的人 东深 你的表情是什么表情 东深 我还没说完呢 说得很好 就是我在外边回来之后 我进屋都不穿鞋 鞋都不往屋里面 我知道你 香港叫王 太有名了 哎呀怎么这么出名了呢 就是反正袜子脱下来能立住 是不是 听谁说的呀 根本就没有那事 有一 就以前我养个狗 养个狗起来 我睡觉 那天就没洗过 袜子拿起来 就找不着了 后来我 我天天下边回来 我就闻着屋着味不对劲 我说找啊 发恨的找 后来的床底下了 我一手那底下 有只袜子 然后找的时候 开窗放的 没味儿什么 你再也不爱干净 你不能说我十套衣服 我从第一套穿到第十套 我整体送洗 有袜子不洗 站墙上 我往墙一轮钟站墙上 裤子一脱 包完了立住了 那你要埋伤到这种墙度 你要你女朋友给你洗袜子 那你可真是个男人呢 孙强啊 你这么一说呀 我们这画面啊 一浮一浮的 仿佛我们都闻到味儿了 这味儿都出来了 都这样的 其实没那么大味儿 别害怕 自己多洗一洗 这事可别等喜爱开口 对啊 能接受吗 喜能接受 能接受 喜是能接受的 你看 这就挺好的 是不是啊 这个小伙子 现在这个年纪差不多 都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啊 这个姑娘要做好心理准备 来 五号球员 你好 连小姑娘是来找对象的 你们好像是来找保姆的 嗯 说得对 好 好 好 然后我看那个小姑娘 那个体型挺好 平时得意跳舞啊 这一关 我是学民舞的 然后最近就是短视频那些快舞 也会跳一些 绝世类的 那方便给我们攒一下吧 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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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跟我互动一下是吗 谁能互动一下呀 谁能互动一下呀 秋元啊 你跟人沟通完了之后 一说互动 你怎么散不搭的 这丑别呢 那我去 那我上啊 哈哈哈哈 我我我都行 哈哈哈 来来来来来来 掌声有请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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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稀里糊涂我就又上来了 哈哈 你说要看人家舞蹈 人家姑娘说去找个人互动 然后互动了 你就说那来谁谁互动 谁互动 就看着别人了 这啥都国界的时刻呀 那还没赶快拍兄弟自己下来 我我其实我看有有有想下的 我就行我瞅瞅也行 就不用老得亲自参加 哈哈哈 对要不然好像走亲自参加是吗 啊啊 那都这样了啊 那个姑娘跳个什么样的舞蹈呢 啊啊 一个爵士的吧 爵士舞啊 我们掌声掌声欢迎一下啊 后边啊 俩小伙抢着给姑娘留点 掌声有请 掌声有请 4号尾杰 5号球员有请两位 还有一见面 就问姑娘是不是二婚带孩子的 那些过婚吧 有过孩子吗 这么劲爆的问题 到底发生了啥呢 咱广告回来接着看啊 2号 又在那边 2号 走咱们的方便 如果最深习下去 第一张灯 五号 借名在星光 不要说青花水月 嘴猛胆 说不错 這次我都不買到另一隻地獎 我来听听秋元啥感觉 有没有眼神之间的交流啊 有 长得可甜了 你跟他来回你晃一晃 有点肢体上的 你跟他动一动这种 你这动力不错呀 你手转圈的时候 你十分过来就是来个那种 他往前躺 你就搂的一下 展现一下你健身 展现出来那些肌肉 你展示 你快急死了 你都快死了 还承认抽醒了呢 二号终于也发现啥了 针对这场舞蹈 只有四个字评语 女郎共舞 这些哥们他们评价怎么样 不重要 对 对不对 关键是搭档评价 很到位 帅 帅吗 帅气 是 看看啊 好 谢谢旧元 谢谢姐姐 非常棒 来看一下姑娘第二个短片 我平时的爱好就是健健身 练练身材 如果小伙子也喜欢健身 那可是他好了 健身的小伙儿在饮食方面都很规律 身体素质也一定能挺好 如果再有点肌肉 那身材也能不错 我之前处过两个男朋友 每个都不到半年就分了 也不是不想跟他们好好处 主要是那也太不合适了 就拿我上个对象说吧 30岁属羊的 刚出了半年就着急结婚 这难道现在属羊的都这么着急结婚吗 我看咱台上的五号也经常跟别人溜等 也是着急结婚吗 我爸就是一个务实的姑娘 有些小伙儿就喜欢没事给女生送个花啊 送杯气球啊 一点用都没有 那花一天就干吧了 前男友送的花我都用来泡脚了 找对象我想找一个务实的小伙儿 没事送什么玫瑰花呢 你送我一个菜花我还能吃 在大地里就一个向日葵我还能嗑 像台上一号刘家瑶那么能说的 10号刘茗玉见谁都是小姐姐小仙女的 一看就是靠水处对象呢 不是不行 我不喜欢男生身边太多的女性 像干护士的那身边都是女护士 我可不放心 喜欢我的小伙儿就给我留灯吧 8号灯序 我先说一下我灭灯的原因 可能是我没去过健身房 你们女孩健身都穿那么少 就拍短片吗 拍短片 拍短片属于穿的多的还是少的呢 少 就平时这么穿吗 不这么穿 我看的料太少了 东旭啊你去过泳池没有 去过呀 那你觉得泳池 那该穿很多的衣服吗 你觉得泳池里边的姑娘 跟这个她比呢 泳池那你下水的话 你穿泳衣 她们不有那种下边倒肚脐的 然后底下是裙子的那种吗 那也不至于露这么多呀 反正要是你女朋友就穿这样的话 坚决不许出血 确定不好使 你要穿这样出去那咱俩就一起穿 我也露这些咱俩一起出去 这个咱也制止不了啊 那如果你对象要也要露这出去行不行 不行啊 你你能不能接受你男朋友说 你不能穿这个去健身 能接受 能接受啊 你好加油 我刚才说你 说我那个花手柳说的 那个是不务实 然后那个出对象也是不珍惜 三千二一那种的是吗 是那意思吗 差不多啊 我跟你说的是 其实我如果要是真爱上一个人的话 也会再进去继续也会为他疯狂 他的工作可能身边女生会比较多一点 会不会啊 你觉得 我觉得会 会吗 会啊 呃 我这头身边的工作去 那个女生女性确实挺多的 但是你可以放心 因为呃 像那个呃 婚礼这方面 呃 有很多伴娘嘛 啊 对呀 这伴娘你就寻着寻着 那个新娘长得那么好看 她能把伴娘 找好看得往上顶吗 那不给她比下去了吗 你说我这条我瞅一下子 人的新娘 飘飘亮亮亮 我再瞅下了 这几个伴娘 那那刺嘴撩牙 饭提亮掌的 那我 你得放心呢 我肯定 我肯定是只要那个那个 你可要那个龙头 不要凤尾 加油啊 因为你总给别人去主持婚礼去 你要总惦记婚礼上的新娘 哥真的提醒你嘴 你也得小心点新郎啊 哈哈哈哈 大伟杰有交流吗 呃 因为我感觉 美女的工作挺好啊 像我这个 做这个工作的话 她这个上十点班 然后 你这卫生什么呢 只用家里 卫生不能打造的 因为家里有保洁 每周都过来 然后 趁着二十天的空闲 正好来店里 还能帮帮我妈 我爱这挺好 刚才你做什么的 我是坐二手车的 现在自己在都会 开一个二手车行在华港 你别看我胖 但现在我在减肥 然后 冬天我愿意滑雪 夏天我愿意旅游 好 好呢 那就这样 我们来掌声有请 四号伟杰 五号球员 有请两位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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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问题 想问两位的 就是 如果说以后 真牵手成功了的话 咱们跟父母一起住 这个你们是怎么看的 姑娘问这个问题 是指公公婆婆啊 还是对象我的来说 或者是老赵是老赵是老赵的娘 公公婆婆 没有什么具体的 就是非得一起住 或者一起补住的这个说法 看情况而定这种东西 我感觉小两口过得好 小两口日子挺好 中间 但是如果真是有需要的话 我感觉还是可以的 你看什么情况 你是怎么想的这个问题 我想尽量还是不要在一起住吧 因为年轻人 有年轻人的生活习惯 没有问题了吧 接下来就要做出选择 五秒钟倒数 计数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姑娘的选择 来一起来 5 4 3 2 1 后边的姑娘上台就相中东神了 那这东神可倒好啊 直接问结没结婚 带不带孩子 没结过婚吧 有孩子吗 哎你说啊 你说谁相亲 头一次就问这玩意啊 你看我相结婚了 东神啊 你就此就辞别 全程热恋的舞台吧 到这咋回事呢 咱广告回来看啊 比酒招亲哪家强 全程热恋最疯狂 酒神世佳喝酒论金 今天就要比酒招亲 同时我的刚好酒挺出心 谁知道今天这酒 怎么这么孙气下去呢 让我感觉这就是爱的力量了 第二现场坐不住 直接整出几套房 第一套 第二套房 第五套了啊 第六套了啊 第几套了啊 超无压力 贼拉劲爆的香气 就在本周互相种烈 全程热恋 东北老爷们和东北小姑娘的 绝配 五 四 三 二 一 不好意思 为什么呢 可能就是 没有那个 春 freue香的那个感觉 可能是两个哥哥的感觉 以后认得妹妹来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加油 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一键报名全称热恋 不会用手机的老人 如果想要给子女报名的话 可以拨打缘分热线 0431-8890-1890 我们在长春等着你 接下来出场的是 我们今天的第三位姑娘 这位姑娘说自己是一个狠人 而且呢 她还来自一个狠地方 狠人狠地方 对 这是个狠姑娘 来 掌声有请姑娘出场 差不多是旧台的啊 瞅着姿色 不是 你看人都能看出是哪 是哪 是哪 大家好 我叫薛彬彬 今年24岁 我来自加木斯 我的爱情宣言是 狠狠工作 狠狠吃饺 加木斯的姑娘 随随随发 好 加木斯狠啊 这来自加木斯的是吗 对 加木斯这地儿挺狠的吗 狠 咋狠呢 咋都狠 来 缘分天使 14号 东升 咱们这个 傻 憨憨组合 确实是彻底地站起来了 好 站起来了 站起来了 这缘分天使是 G2连3 这缘分天使是 有个问题 我问一下美女啊 是那个妹姐过婚吧 不懂女人的男人 是天下最本的男人 你看我相结婚了 这个问题问的值不值 我有点 你自己自己你自己倒一倒 反反劲 你这个问题问的值不值 有点就是那个害怕嘛 你看用哪种方式问能更合适 来 有孩子吗 不懂女人的男人 是天下最本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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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哎呀 好 好 东升啊 你就此就辞别全城热恋的舞台吧 你也别在这站着了 啥没人哪 在你这都没用 这对象 我觉得我是没个给他介绍成了 我是帮你救一把 你又挖了一个坑 你想问的是啥 我就想问 因为之前给我那个缘分天使的两位女生吧 她就是 有孩子 离婚的 她说两句话 我能说两个字 我能说二十个字 成那种 因为在你之前 有两个姑娘给她缘分天使 高兴坏了 后来呢就知道人家有过婚史 然后带个孩子可能接受不了 也不是人家姑娘怎么 是她接受不了这个条件嘛 她心就秃秃了 她就问你 她就问的值 直接问你有没有孩子 问的有点值了 是我的那个糖涂了 不好意思 原谅我好不好 我原谅你了 看一下冰冰第一个短片 从加姆斯狠地方来的 大家好我叫薛冰冰 我是一个贼拉狠的姑娘 来自一个贼拉狠的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黑龙娘省江姆斯市 在我的世界里干啥都得狠狠的 比如说挣钱我就得狠狠的挣 18岁我就开始找服务 卖手机挣的太少 我就去干美容行业 干了三年以后我终于找到了 能撒开膀子挣钱的工作 做主播 刚开始看人家干都很挣钱 自己干才知道这玩意真不简单呢 从晚上12点播到7点 一天7个小时 不间断直播 那时候跟一起直播的人较劲啊 他挣2000我就要挣3000 一个月能挣2万左右 17年我开了传媒公司 19年我给父母买了一套140平的房子 20年我买了属于私以的车 我家有四个妹妹一个弟弟 父母忙的时候呢都是我哄他们 换尿戒子 喂奶都是我整理 哭了就拿小辈忧他们 有各种方法针着他们不哭 所以以后我要是有孩子了呢 这都不是问题 我太有经验了 你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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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五个孩子他弟弟妹妹都是他姐拉着大的 就是说别看说两家孩多 就是说以后我姑娘给谁 就是一点负担都没有 什么负担都没有 我看全城的恋人挺多呀 第一狠 刘加油 你在台上齐个不服拔个不奋的 你见小姑娘你就怼 你再狠你有我狠呢 我是一直酷爱和平 但是我挺不畏惧占领的 第二狠人李东升 我看你挺衬的 你家房子挺多 你再狠也没有我家地多 我还想找个老公 继承我家地呢 现在弟弟妹妹 也不用我操心了 我想找一个狠狠的男人 对我狠狠的好 我对他也狠狠的好 来吧 两个狠人 一号加油 我看那个短片里边 美女说那个 我挺狠 是不是 我这个时候 我对人狠起来呢 绝不留情 但是呢 对于你这种 排鸡炮的学生呢 你还整个机关签 你是 你有没有看过 他在台上主持婚礼的 那个 看见了 有两种风格 看不看见 你还是怎么样 太行吧 高端的 什么大气的 你下回你别整那样好 你词你啥的 你整名班的 要不然我们听不明白 对不对 别让人家拿塑料袋的 你拿不拿塑料袋 已经不知道我们了 你老告诉人家 你能听明白啥呀 你好 你好 你那头发整二寸那么高 我哪二寸的 从你讲的那时候 你把头发剃了 等等等等 等等等 等二寸 你还刚夸他 你说他主持的时候 别说还真挺有才华的 是不是这意思啊 就是你不喜欢他身上的 啥劲啊 不喜欢他身上的 我跟你说实话啊 就是你长得有点像 我女朋友的对象 你要把头发剃了更像 咋的呢 就长得小眼巴急的 眉毛还那样好 然后呢 你是不是看不上你女朋友的对象啊 对 怪不得呢 啊我明白了 跟你没啥关系 是人的 那个他跟孙二娘似的 我也没看上头 哎呀 看不上我拉走 又让你看上了 你俩不合适 不合适 我宣布了不合适啊 不要努力了啊 不要努力了 那不是猛 是猛呼吸 来10号 明月 狠狠狠你好 看完你的那个短片之后 我觉得你是挺狠的 但是呢 同样也看到了你辛苦的一面 你看你是家里的第一个人 对不对 老大呗 嗯 你怎么那么多 四个妹妹一个弟弟 你今年才25岁 你的弟弟妹妹应该年龄还很小 假如你找了一个男朋友之后 你稀不希望你的男朋友跟你一起负担起 就是说你的这个弟弟妹妹 因为都是你一手拉不大的嘛 稀不希望你以后的另一半人 共同承担这份责任呢 就是说一起抚养他的这个 你的弟弟妹妹呀 那个首先第一点就是 我找对象 就是对我好 对我的家里人好 不需要他来承担 就是我的家里一些各方面的需求啥的 因为这个东西吧 我的弟弟妹妹 他们有他们的选择 有他们的发展趋势 然后那个就是 我呢 有我自己的就是经济来源 啥的 根本就不需要我对象来为我承担太多 我感觉这东西吧 也是多是个好事 比如说我老弟 我老弟是干房地产的 我老妹是做那个保险的 我那个 我二妹做什么什么 什么那个 在银行上边 以后都能保证吗 我感觉这东西挺好的 对 你要是以后 因为以后你结婚是往长远走 是为了发展 不是跟他玩玩 十四号东升 美女你好啊 你短片里说了 我也是个狠人啊 确实是挺狠的 我家吧 房的确实是挺多的 家一起呢 有三十六个房间 这个缘分天使 你确实是给到位了 你这个弟弟妹妹那么多 以后住的地方 肯定是不用愁的 几套房啊 六套房 六套房 怎么三十六个房间呢 那个改的公寓 网说那个书主 三十六个房间 做主播我稍微不太喜欢 有点介意 因为我不喜欢 就是我的女朋友 可外边跟那个别的 那个 个电脑里边 做一些这种才艺啊 唱歌啥给别人看 稍微介意一点 那我就不做呗 这玩意我都干四年多了 我不干了 那还不行吗 好 就这样 哎呀 就这一句话 就都不干了 你干主播给 我看给你爸爸妈 买的多大房子 一百四十多 一百四十多房子 还买啥了 还买车啥的 买了车 还买什么了 现在就没有啥 家里啥 零用啥的 也就是这些都没啥的 那你爱人东升 就这么一句话 就打算不做了 主播 能放下 能 能 那以后干啥呀 以后干点 他想干的事情 然后再干点 如果他同意的事情 我再压把劲 挪把力 这算是慎重考虑的结果吗 还一时冲动说出来的 慎重考虑 是吗 对 这以前也想过这样的事情 对 来看一下姑娘第二个短片 我出零像也很 对男朋友很好 我前男友公司颇傻了 我帮他还集困 还车贷 搭进去了二十多万 为了他 我把金手竹卖了 雕卖了 那时候真傻呀 就算他一无所有 我还是想跟他结婚 可是 他总说 再等等 再等等 最后我等来的 却是他跟前女友复合 狠心的和我分手 虽然有这样的经历 再出对象 我还是会傻傻的 对未来对象好 我喜欢做生意的男孩 开店啊 干手车呀都可以 如果我们在一起了 我会支持你所有的工作 你忙 生意上没有时间对账 交给我呗 我肯定能给你整的 明明白白的 你忙 没有时间照顾父母 再交给我 侧偶人这方面 我有经验呢 保证让老两口 开开心心 舒舒服服的 我不喜欢暖男 我感觉暖男 磨磨叽叽 干啥都脑头脑头的 一不一地无所谓 你家在哪儿 我就去哪儿 我就喜欢 盐味一点的男人 干啥都有狠劲 最好是 有点大男子主义的 外面愣身的 床身的 我一直没出的 像我妈给我算命 说我能找个 胳膊杂高 圆脸胖达的 台上的男嘉宾 有腹盒子标准的吗 来 12号 谢老师 我刚才通过这个短片 看到美女发表一个看法 就是不喜欢暖男 我想问一下 美女眼中这个暖男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就是对谁懂暖 身边的朋友啥都懂暖 那叫中央空调吧 不是 那暖男不就那样好的吗 然后还那么积极一点 囊次囊次点 那按照美女的定义 暖男应该是没有任何优点了 是吗 对 我不喜欢暖男 我喜欢直男 12号 徐老师之前跟前女友 在一起的时候多暖 比方说走路 两个人走路的时候 鞋带开了 我需要帮他寄一下 然后那个 包括这个 比方说女孩嘛 每周 每个月都会几天 不舒服的时候 我在吃饭的上 做饭的时候 我会特意照顾他 一些生性寒良的东西 一些辛辣的东西 不会给他做 哎呦 怎么样 这样的暖男 我不喜欢 我不喜欢 还有 哎呀 我喜欢 我喜欢直男 为你吃饭了吗 上班了吗 我去上班去了 有什么事情跟我说一声 那个12号 徐老师 你要是约女朋友出去吃饭 你会怎么给她发信息 呃 是这样的 就是之前先 还是首先让女孩去选择嘛 啊 还是选择你要吃什么东西 是吧 啊 然后呢 有些女孩呢 可能因为各种原因 她可能不是直接回答你 或者过一段时间 我会在 呃 过一段时间之后 如果你没有得到回复的话 我会再次问候一下 再次问一下 然后实在不行的话 我可能会打电话呀 或者是 为什么 呃 还是问就是说 呃 咱们到底去吃还是不吃 去去哪吃 啊 你要给我一个明确的建议 如果你实在没有建议的话 我可能会给你几条建议 来让你选择 东深你要约人吃饭你 12号徐老师 你看多周到 你会怎么说 约人吃饭 那就是 发微信呗 后边东深一句话 姑娘更是疯狂的稀罕呢 直男生活中只要有漏我 就是生活中的调味剂嘛 后头 姑娘父亲上台 小伙子争着叫老丈人 老丈人 回头看看我老丈人 节目谁拉精彩啊 广告回来看 今天晚上有空吗 一起吃个饭呢 吃呗 整那么复杂干什么 我说整那么复杂干什么 是多直接呀 吃呗 多好 我们之前还说 东深给对象发信息 我上班了 我午休了 我又上班了 我下班了 我吃晚饭了 我睡觉了 行吗这样 行 但是生活中 直男生活中 只要有了我 就是生活中的调味剂嘛 不会觉得单调和枯燥是吗 慢慢时间长了 两人接触接触就好了 你看这真的是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你好加油 转说什么 我刚才看她说那个暖男 我这头呢 认为就是暖男 也就是熟熟 是那个内物 真正的男人呢 还得像我们这种 大男子主义的 在外边呢 不允许自己的女人 受到一点委屈 我就是如果 我心爱的女人 要是爱欺负的话 我肯定是打过麦铁 我得干她 干她就完了 对 但是你这种的 一天我得打你拔辫了 不解恨 打你拔辫了 不解恨 你打我拔辫啊 你看这两个 谁能打过谁一杯就好 行了 你俩别结伙了 你俩不适合 对 对 我就是作为红娘 我直接说你俩不适合 十四号东升 为什么灭灯了 因为还是 她有点就是 太狠了 她跟一号 刘家瑶的沟通 火药味太大了 我怕她以后 跟她一块相处 我怕受伤 她攻击我 那你想找个啥样的 不能受伤呢 温柔点的 我能理解十四号东升的这个想法 我得跟冰冰说一下 为什么说 来全程热恋这个舞台上找对象 其实这里面是有学问的 比如说你对她温柔 但是呢 她看到的是你对她的温柔 她也看到了你对其他人的那种状态 其实你对其他人的那种状态 也是你性格当中的一部分 对不对 所以她不能只单单相信你对她的温柔就是这一种 你也会跟你对其他人的那种状态 也是你性格当中的也是真实的你的样子啊 所以呢她综合来看她会觉得自己到底适不适合自己 你明白这个意思吗 明白 对 但是东盛你感受到她对你的在乎喜欢了吗 感受到了吗 能感受到 能感受到 那表示一下感谢吧 谢谢女嘉宾对我 这么喜欢我 但是还是不太合适 不好意思啊 女嘉宾 姑娘出场的时候我就说了 是个狠人 是吧 咋狠呢 齐了咔嚓的 喜欢就是喜欢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不喜欢跟一号的相处 大家就能看出来 对于十四号就怎么都喜欢 也表达出来了 所以呢我觉得 呃就是这个性格齐了咔嚓 大家已经认识到了 掌声送别彬彬 祝福她 好吗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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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酒奈七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用好期权酒奈 酒奈七更耐久 感谢珍珍饮品的大力支持 回味经典只喝正宗 荔枝还是真真好 没有对象别上火 扫码报名来找我 单身男女 手机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一键报名全程热烈 不会用手机的老人 如果想要给子女报名的话 可以拨打缘分热线 0431-8890-1890 我们在长春 等着你 接下来出场的是 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姑娘 这位姑娘来自 榆树土桥子镇 而且啊 据说姑娘今天不是 一个人来相亲的 来掌声有请 姑娘出场 就是我的帮你 我就是你的帮你 吧 我要长得大链子 来用一杯 相信爱努力 爱心爱爱 满脸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田月儿 来自榆树市土桥镇 今年26岁 我的爱情宣言是 一人相亲 全家上心 找个对象 相近如宾 谢谢 这是我爸爸 哎呀来往前往前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大哥来 爸爸亲自来陪着相亲的 对 咋不放心的 非常关心这件事情 非常关心 这是家里的大事 大事 对 那个是不是 本来是打算全家都来的 是能想的 后来出啥 后来还是派代表来的 派代表来的 看家里谁说了算 一看出来了 一看就是这个 代表的分量就很重 对 大哥啊 就是你今天来 是不是一是参谋 二是独占呢 对 那个刚才 是不是出场之前 都已经参谋的差不多了 刚才是按照 按照我家姑娘的标准 她太高了 我到这个阿德给她降降标准 哎呀 好 你看 是降标准来了 对 家里是不是都极够呛啊 在我 就是在我们那块吧 就是 孩子到达26岁的时候吧 就是按照当地的习俗 已经 岁数很 已经挺大了 挺大了 所以说 家里也很着忙 就在初二年 完再结婚 是不是 一晃 又三十了 那可不 就这么讲的 你是往下降标准的 对 你是做减法 你姑娘是往上夹的 你往下减 对 对 挑啊 要不挑 我姑妈早都该出得下 就希望天下儿女理解父母的一番苦力 是 是 那行 那就这样 让爸爸在旁边找个位置 好好 在这做一下 是不是 各位多多努力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姑娘的短片 好好了解一下 农村有句老话 26位出嫁 不是傻子 就是家庭条件差 我是田月 我就是别人口中说的 26岁还没结婚的姑娘 首先呢 我不傻 我在大连做了三年的会计助理 其次呢 我家的条件也不差 我爸我妈在这里 开了这样一个店 这个摩托车修理部 已经十多年了 条件可谓说 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吧 三个月前 我还在大连 做着财务助理的工作 三个月后 我只能在家 从炕头挪到炕烧 待得我五级六寿的 我妈说 边工作边找对象 肯定找不到 让我辞职回家 专心找对象 我农村就是23 基本上了 23 都得找对象了 就是赶紧出对象 你说今天要不再挺人 我又长一岁了 他以他标准高了 那这咱就不行了 太高了 我的身高啊 一米八呀 现在这样低的 低这么高就行 他妈他爸就着急 然后那个 这不是就是 报名了吗 谁给报名了 我报名了 我亲自上全城热恋 口查过 老姨亲自去 这看到这短片 感觉全人带来真好 就是全国各地 那个东村西跑的 给人家排断了 真是让人感觉到 非常的温暖 温暖心 你想找一个性格开朗一点的 能够多多带动我 盘上的男嘉宾 你觉得你能够带动我吗 二号周姨 那个那啥老丈人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老丈人回头看看吧 老丈人 哈哈哈哈 可不可 咱就真真 挖脸上了可好了 全城热恋 你说啊 这老丈人人也叫了 这真真的也送了 那到底能不能 打动老丈人的心呢 展示我先平面 那后边这俩小伙 给姑娘留灯 掌声有请 二号十号有请两位 那老丈人 到底能选谁呢 咱稍后接着看啊 比酒招亲哪家强 全城热恋最疯狂 酒神世家 喝酒论金 今天就要 比酒招亲 当时我刚好酒挺多人 谁知道今天这酒 怎么这么孙气下去 让我感觉 这就是爱的力量吗 第二现场做不动 直接整出七套房 一套 第二套房 第五套了 第六套了 第七套了 毫无压力 贼拉劲爆的乡亲 就在本周 互相种夜 全城热恋 东北老爷们 和东北小姑娘的绝配 全城热恋 老丈人 老丈人 你先坐这儿先喝一口 主要的问题是不在我这块 我是啥意见没有 我姑娘要相踪了 我就随死了 那得先把老丈人留去好了 我下来第一 主要是先给老丈人送水 第二呢 我看当姑娘短片吧 说想找一个性子集点男孩 这点我符合 然后刚才你也说了 我会做饭 而且你家是榆树的 我家出栏的 都是相里相亲的 我感觉各方面 我还占点优势吧 所以我想请您多关注我一下 谢谢 谢谢 好好好 甜不甜老丈人 但是我先平面 我嘞 好 好 谢谢钟也 谢谢有心哪 你看看有心 这叫什么呢 相亲和珍珍 哎呀 真是成功有如神哪 大家好徐老师 美女你身高多高 1米7 1米7 你还穿这么高高高的鞋 那我们这种科技犬类的还有 有希望吗 我这样而同意吗 我姑娘以前她的要求的身高是 1米8多 1米8多 有车有房 也有上年心 还得有演员 还有演员 对 你觉得这个应该找什么样的标准 这样的同等身高就可以了 差不多就行 对 还有呢 只要演员要是对了 别的都不是问题 哎哟 好 好 12号这个标准 12号你对她感不感兴趣 其实我对姑娘很感兴趣 因为她放弃了大连一个稳定的工作 回到老家来自己 现在宠 没有工作 现在相当于是吧 对 就是特意是为了要相亲 才迟到工作回来的是吧 对 这个勇气非常可嘉 所以我非常赞同你 我非常支持 非常支持 非常有好感 所以我很感兴趣 所以我才问咱们叔叔这个问题 但是我现在通过叔叔的回答 我已经明白了 明白了 已经明白了 我已经明白了明白 演员 有演员其他都不是问题 所以我要很自觉一些 为啥呢 呃 其实姑娘的标准已经很明确了 呃 我的标准确实是这样的 但是 我觉得身高和我差不多 或者比我高两三厘米的 我觉得我还是有点接受不了 毕竟我还是比较穿高跟鞋的时候 还是多一点 那就是喜欢哈士奇那种 不喜欢我们科技那种的是吧 哈哈哈哈 是十号名誉 就是说 好比说今天 咱们两个成功之后 就说 你有没有归天 就说 你俩必须就是年底之前 把这场婚礼给我办完啊 有没有这种感觉 你是觉得今天爸爸来了 就会觉得有一点催婚 对我肯定是因为着急啊 着急之后这个 两个人是成了 成了之后呢 两个人在互相了解呀 完了解的需要时间呢 不能是说 今天就成了 完了明天选日子 后天 这说的意思 不会不是这个意思 会不会催婚 我父亲催婚的原因是因为 在他们这个年纪 在我们那里 觉得我的年纪 已经相当的大了 但是我 我认为 两个人一定要相互了解 了解彼此的脾气 彼此的脾气 性格 各方面合不合适 一定要有一个时间 至少在一年左右吧 不能说我跟你相处了 然后闪婚之类的 因为现在 离婚率太高了 就是 爸爸是着急给找对象 但不着急结婚 还是要了解了之后再结婚 啊 好 你没发现吗 就是他每回一句话 都飞得非常圆嘛 对不对 要哪个人都很舒服 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 第二个短片 再多一点了解 我是一个特别被动的人 所以我想找一个主动型的男友 我这个人没有主意 所以想找到一个在我犹豫的时候 替我能拿定主意的人 就可惦记了 打电话呀 你说回家呀 给买衣服 那里头穿厚点 这脸上是压压的 我穿你鞋了 穿你鞋了 穿你鞋了 我舍不得穿 你说 哎呀舍不得穿 他买外衣 这个 愁得可好了 嗯 我就穿三四四天 就穿四天 没什么搞不起来的 又搞不起来的 哈哈哈 给你们介绍一下吧 咱看看这些男孩 你们给评价一下吧 这人 要磕哪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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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走 二邦不磕哪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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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脑脑话多有意思 但是我直观嘴不嘴 我不知道哈 但一天瞅他肯定是新的 新大公司那会儿的 哈哈哈 就是 评价他 脾气肯定是有 但是讲理 要是给女孩花钱的时候 有点不在乎 所以现在可以选 要是她的眼光 就可以想选这个 我眼光是选这个 那是正好不正好 要是选一个年 肯定是他俩其中得有一位 对对对 就这么选 就这么选 那咱就看看到底才能选 看能不能有眼缘 看看能不能 能不能在上 就看看缘分吧 看看缘分 这叫什么呢 这叫全程人练的红娘 真是服务到家 服务到炕头 是 7号宋超举手了 来 那个 可能这个叔说什么 那个就是这个行和那行 我不知道是谁啊 但是说蹦虎的 我觉得一号加油兄弟 这一块只能是手拿把签啊 毕竟你也是个大马贯的人嘛 你被点名了一号 我发现了 你们现在就是 呃 属于就是拉帮结派的 集体攻击我呗 你们 啊 民心所向 啊 我像二蹦子吗 像 不 我只能说不像 你看 然后名誉 就是说你现在不是没有工作吗 在家里那个从炕头带到那个炕少 完了咱家也没啥事 就你现在就你今晚 你牵手成功之后 就谈恋爱 是跟手机谈 还是怎么办 不跟手机谈 如果两个人能够在一起面对面 为什么要通过手机去谈 如果说我们两个成功了 然后也是奔着结婚去的 我会 呃 以他为主 到他那个地方去找 适合我的工作 好 好 好 所以现在这个问题是别分析什么二蹦子了 我们现在分析的是究竟谁适合 对不对 现在 是二号中野和十号刘明玉两个人的灯亮着 来 掌声有请二号十号 有请两位 哎 你说着啊 这俩小伙下台给姑娘整不会了 那这个结构眼啊 还得当爸的做决定啊 不是附加条件 这能不能牵手呢 哎 就差这一多数了啊 广告很短 咱回来接着看啊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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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声有请二号十号 有请两位 全场表演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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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燕子姐 我先想把那个衣服脱了行吗 你看这穿这么帅 啊 我这一出直到对我是男嘉宾 你不知道以为我是咱单位食堂跑来的你 哈哈哈哈 吃苦一夜的点呢 行行行 已经看到你这个厨师长的这个帅气的这个状态了啊 你看看 哎呀 你看看 好 你看看啊 这才是我本本来的面目啊 是 姑娘问一个你最想问的问题吧 呃 我想问的就是说 在接下来未来两三年之内 你对你的事业以及生活的一个规划 两三年之内的事业还有生活的一个规划 我现在是这样的 想去那个医疗这方面往这边去发展发展 完了两三年之内的打算呢 因为我今年我二十七岁了 呃 家里吧虽然是说着急 但是呢 我从十六岁出来打拼 因为我在逼着我自己去行 所以说我对未来呢 不能说是一点规划没有啊 也可以说是有规划 但是呢 具体怎么去实施 我也不是那种好高骛远的一个人 就想脚踏实地一点 我也是从事餐饮行业的 现在 因为疫情原因吧 餐饮行业十分的不景气 两到三年的计划呢 我也得是看市场行情而定 如果市场有好转的话 我可以考虑自己做 就是这么简单 好 你要书也提个问题啥的 你别跟我磕你自己来 书是附加条件 没有观点 没有观点 完全尊重姑娘的选择吗 大哥 对对对 就是这个心态 今天我既然站到这里了 然后考虑的因素也很多 10号 我有点没太记得 他提出的问题 说的话吧 挺直击我的心里的 但是 如果说这种不稳定的 然后我还是有一些犹豫 对于2号中野的想法呢 虽然标准降低了 但是在我内心 还是有那么一点 不好意思 鼻塞鼻痒 大喷嚏 头晕目眩 流鼻涕 奥夫鼻炎光疗仪 临床认证 红光治疗法 直达病葬 快速有效 荣获多项独家专利 鼻炎克星 奥夫鼻炎光疗仪 咨询电话 零四三一八八七四四三个五